原来D组在训练时突然出现了滑油温度故障 这很有可能会影响直升机发动机的正常工作 庆幸的是直升机当时就在机场上风寒旋 处置条件良好 他们安全降落了下来 原来因为此次训练的飞行高度在50米以下 朱日河的大风吹起枯草撞在了直升机上 加上直升机螺旋桨的风和发动机转动时形成的吸力 导致枯草卷入了发动机 造成了油管的堵塞 迅速排除了故障后 直升机顺利起飞